OK,没有问题兄弟们,这一期视频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把玩的超级精彩,操作很秀的一把小怪地啊 你看,我们这里呢,这个蓝色跟黄色,两个人都是法国,都是法国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位置要是还在远地不动的话肯定必死啊 然后,哎呀,这下面紫色来了一个弓边啊,把我的地盘给抢,但没事,我的地盘抢了,咱们大不了就换一个位置呗对吧 毕竟啊,上面黄色的这个位置要更加安全的,我们之后不会被大炮给打到,对吧 好,你看,哎呀,中间啊,结果这个蓝色,哎呀,过去抢优田了,哎,那没事,中间啊,全都给你们了 反正我现在上面,想要什么有什么,还有多的这两个这个盟军命,完全不亏呀 好,然后啊,我们是不是就能在上面的这一块地盘站稳脚跟了 结果呢,这个小黄跑到了我的这边,哎呀 怎么这个蓝色,这个凤厨啊,是个萌兴宝宝 你看这小蓝,作为一个法国,他竟然不搞围墙,他竟然一个碉堡都没有 被对面几个好兄弟就给打死了,蚊子还在挂机 那我们这一下,就有点伤了,哎呀,但是想来啊,在这临死的时候,还把黄色的弓兵给炸死了 结果这小青又怎么回事,被人家两个弓兵把基地跟油田全都给摸了 哎呀,这小青有点惨啊 那我们现在啊,就可以稍微发育一下了,对吧 其实打到这个阶段,我们算是这个场上面的发育比较慢的了 赶快给左边的青色这里围一个围墙啊 要不然的话,青色他找不到人打 他过来打我们的话,那事情呢,可就麻烦了,对吧 好,我们来一个倒车入口,哎呀,坏了 刚好这个坦克把我们的这个倒车的位置给卡住了 导致我们送了一个这个偷啊 哎,中间黄色的这个基地有机会 咱们赶快过来打一下中间黄色的这个基地 这个基地啊,打掉了之后,我们的坦克是可以直接升到一星了 这个经验相当关键 这个一星坦克啊,跟没星坦克 那还是非常的大不一样的,对吧 我们一星跑六块 他的这个血量也会更厚一点 然后你看啊,这个紫色 就把基地拉到了我的家门口过来 吃我脸上的这个框了 这个我是不是非常的不愿意啊 就拿这个坦克啊,咱们过来跟他操作一下 你看,操作一下的话 他的这个小飞熊啊,射成比较近 咱们一个小拉扯 哎呀,他有一个这个残血的小飞熊啊 咱们找机会把他这个残血的小飞熊给他点掉 毕竟他现在手上啊,是没有维修车的 要是让他再修上来的话 是不是就有点快点 直接过来啊,带走残血小飞熊 你看,在这种反复拉扯反复操作当中啊 这个灰熊,他就有点烈死了 手太短了 哎呀,这个小青啊,又把兵拉到了这个中间的位置 这咱们就有点害怕了呀 哎呀,这青色 自个儿家最后的兵炎 还被对面拿碉堡给干掉了 这就有点亏了 哎呀,这青色这么勇了吗 拿这么多的这个好兄弟贴脸打油条 哎呦,我的天哪 全都变成了火男了 好,那这样的话 哎呀,你看 小红啊,还搞了一个 磁力棒 磁力棒一过来 哎呀,感觉这小青啊,又倒霉了 对吧,你看 然后这小红还说 在这儿 哦,在这儿他还按了一下这个炒火 好,那这样的话 这个小青啊,他好像就没有东西了 没有东西了 我们也得看一下这个第二片框啊 对吧,你看 他们哪儿开了第二片框 已经开了很久很久了 我们也得开一下这第二片框了 好,直接拿这个弓片啊,咱们过来 把小青的电厂给它散掉 散掉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垃圾地 就可以开到这第二片框了呀 好,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形成了一个三国的阶段 但是呢,众所致知 直播的时候啊,你打这么小快递 那主播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三国阶段的 主播只有被揍的阶段 没有三国阶段 哎,结果这怎么回事啊 来了一个磁力棒 竟然过来打掉了我的矿场嘛 那没事啊 掉了一个矿场问题不大 咱们再招一个不就行了嘛 对吧 正好啊,他的这个磁力棒 还能给我们的坦克加一下经验 磁力棒炸坦克的输出啊 那可是比较顶 顶多呢 对于给我们每辆坦克来了一炮 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输出了 好,那我们把这个矿场给他摆下来 但是你看 我们刚才矿场也是造到这里的 这边这一下子这个流车 就被挤到了这个裂峰 这个建筑的峰里面去了 哎呀,这一下子 给我们搞的还是相当的尴尬的 对吧 只能亏300块钱 再重新造一个电厂 好,那我们再拿这个流车 跑到下面去 远程是一家矿 既然家里的这个矿啊 还是有点不太够吃的 再孙程 把这个小青的碉堡给他带走 好,那我们呢 这接下来就得 平稳发展一下了对吧 这个小红手上的坦克 够我们半截慢两个 这右边的小子呢 这个小子啊 也怕小红过来打我们 但是小红他现在 是有高呼气的 哎呀,你看 小红的铁木已经搞出来了 那接下来他不得点名 点谁谁就得死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好像就有点难打了对吧 你看 这小红 又搞这个成立邦卡过来 炸我们的坦克 那没事 我们的坦克 再跑过去 维修一下不就行了吗 对吧 好,咱们把这个辐射装到车里面 待会啊 可以拿这个辐射射具 滤一下对手的这个坦克 现在打到这个阶段了 我们也得想办法啊 把这个高科技给他搞出来 对吧 要不然 这个小红他自己有个高科技 咱们顶不住 哎呀,这小红啊 经济太好了 刚才 那么些坦克 现在立马就已经赶回来了 赶快用辐射啊 过来绿一下他的这个坦克 你看只要稍微绿一下 他的这些坦克 就能掉了两三个血了 你看 他的这些坦克 全都不是满血的状态了 对吧 但是啊现在有个问题 他的这个铁木 马上就要好了 而且这个红色啊 他很明显想过来打我呗 那我们就用这个辐射啊 来消耗一下这个小红的血量 因为我们也发现了 这个小红啊 他好像 比较喜欢点我们的辐射 而且他现在这个藤树呢 相当之多 铁木 已经就绪了 这要怎么办呢 你看 他的铁木啊直接洒过来了 赶快用辐射绿一下 然后我们手上掐一个边缘 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刚好出辐射 然后再挡住他坦克的路 然后你看他的这一波坦克 将过去强点我们的基地 又过来点我们的中国 发现我们有维修了 对吧 又想过来啊 点我们的基地 但是我们是一把基地 跑的有点远 不过他要是真的再次强点的话 说不定基地 还真的要被他给强点掉了 这一波基地啊 只能再扛最后两炮了 这个小红啊 这个夹都不要了 对吧 直接过来啊冲我们 然后我们现在手上啊 就这6辆坦克 这要怎么打呀 对面你看紫色 这么多的坦克 赶快抓住这个时机啊 多用几个辐射 稍微拖一下对手的坦克 对面看有辐射 肯定就不会进攻对吧 但是他现在手上 有这个功能坦克 刚好我们有魔君边缘 赶快抓住机会 照两个蚊子 对面手上没有防空 他也没有想到 我们会照这个猛君的蚊子 对吧 好蚊子照完了之后 立刻照辐射 对面这一波坦克啊 他想抓住机会 过来直接帮我们带走 对吧 但是我们的蚊子的输出 也不是gay的 你看这一波蚊子 蚊子打掉了好多的残血坦克 都升到了3000 暴力壳子的这个血量啊 完全不跟我们打的 我们赶快啊 再用蚊子过来 打掉对面雕堡 打掉雕堡之后 他就没有办法 防备我们的辐射了 对吧 辐射一波送上去 把对面的坦克赶走 你看对面的坦克 建设来强点我们的辐射 那这真的是 中了我们辐射的下滑 你看他这一波坦克 全都被我们蹦蹦 蹦蹦蹦 连环大爆炸 然后啊 游戏团卡了一下 怎么回事 原来是小子受不了 拔线头痒了 好那我这把 就一把小型来就用 那感谢各位的点赞 关注啊兄弟们啊 点赞关注应该是完全OK 没有问题的对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